好 第3條 另一年的第4條 A coin is placed on a place of a cardboard Resting on a glass as shown on the right If the cardboard is flicked off sharply with a finger 即是將紙上有一個銀子 當你拿開的時候 它就掉到一隻杯上 情況就好像 這裡有一支筆 當我很快拿一張紙的時候 那支筆其實就讓紙動動得慢一點 甚至至沒有動到就留在原位 那怎樣去解釋這一點呢 其實原因在於 如果要解釋的話 其實如果我慢慢走的時候 那支筆其實會跟著走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太快 就是因為張紙其實就給不到足夠的力 給它 對 令到它向前走 因為張紙給這支筆的力 其實就靠過Fiction 而Fiction其實有一個叫Maximum Friction 那所以張紙給它去Fiction 其實力度就不能無限加大 而我隻手拉張紙就可以很大 例如我可以拉到10N 但是Fiction給筆的話 就只能是最大 可能只有1N 這個只是一個很確的例子 所以其實我們就可以說了 如果力度很小 甚至力度很小的話 支筆其實做不到任何加速運動 做不到加速運動的話 在牛頓第一定律就說了 支筆其實呢 它有一個趨勢是 去回之前的運動 所以它就會跌 所以它就會跌下去 即是它沒有動度 沒有跟著一張紙動 就好像 支筆有一個趨勢會保持不動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答案就會是E 它有一個趨勢 Tenancy To Maintain His Day of Rest 答案就是E OK 如果你有看回之前 第一條和第二條 即是之前的兩條 Plus Faper 的話 即是02年第四條 或者90年第九條的話 我曾經都會說 如果這樣的話 那就是Luton First Law 不是說沒有Lat Force是0 如果是0的話 它是動著常動 靜著常靜的 其實有點尷尬 原因就是在於 以前 當你沒有牛頓第二定律的時候 我以前的人 就真的覺得 支筆 不動 他不是很自然覺得 支筆是有趨勢 像之前的運動一樣 所以 其實牛頓第一定律 這個句子就是 當以前沒有 牛頓第二定律之前 他人的感覺就是 趨勢正止 所以如果牛頓定律的話 有一點尷尬的情況就是 其實他不是真的沒有Lat Force 他其實也有少少的Fiction 但是當這個Fiction 就真的很小 譬如卡又很滑 銀仔 你又拔得很快 其實他很少時間 讓他接受到這個力 那麼他就垂直 好像垂直一樣 跌了下去 所以 這些字眼 Tenancy to maintain It stays 就是牛頓第一定律 以前的一些字眼 去解釋一些見到的現象 我們會看到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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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